欢迎继续回到中广过年特别节目的现场 这是初一我们要恭贺欣喜迎新春 若全今天很开心 因为蓬碧生辉 来到我们中广都非常喜欢的好朋友 他是来自园林 Elefit得展棉业的指引长张慧英 我们都称呼他张姐 张姐你好 若全好新年快乐 扭转全坤 扭转全坤 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 赶快把它扭转过来 可是对于你们做这么专业的袜子 疫情应该对你来说没有太大的冲击吧 其实是让我们的业绩倍增 因为你知道袜子它是民生必需品 所以大家就因为疫情的关系 待在家里的时间是不是更多了 所以我们把室内舒适把它放在最前端 机能放在最前端 其实很多产品的发想都是 中广听众会打电话或是LINE或是FB 然后给我们提供意见 说他有什么需求 对他现在都在家里或是他在隔离状态 他需要怎么样的东西 对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 有你们真好 另外我觉得过年在我们家以前的成长的经验里面 可能我们小时候当时 其实台湾还不是像现在物资各方面都这么充裕 其实过年除了穿新衣 天新帽 也会买新袜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就是过年之后爸爸都会带我们去买新袜 而且以前 我们对于都 袜子的 到目前我有点深刻的印象 就是你看 不是现在都看公分吗 24 26 26到30 对不对 对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小时候我跟我爸去过年去买袜子 他叫我们把小小的拳头伸出来 然后我不晓得到底科不科学 他就从这个袜子的头 你知道到这个就是竹槐的地方就绕一圈 绕你的拳头一圈 然后就确定那个袜子是你的尺寸 我爸爸都这样选袜子 我跟你讲 如果古时候这样一定是对的 很像我们要套衣服 用肩膀宽 对不对 因为你的身体的比例 不是 是现在不需要 为什么 我们的袜子是一定第一个用天然棉 天然是我们选择的第一个首相 第二个是一定有一个舒适弹性的莱卡 也就是Spondex 所以若旋大哥你不要客气 虽然我们不是直播 但你看这袜子 我拉哦 大家看不到若旋大哥替你们看 我必须要做惊讶的表情 哇 就是从 从大概现在是 我看是30公分可以拉到60几公分 没有他其实刚刚我没拉以前 他是22 他是22公分 拉完之后可以拉到60以上 拉完六七十没有问题 你不要再拉 他当然缩的回来 他不会 他立刻缩回 因为他有莱卡 你看你就给他时间 冬天缩的慢 所以你冬天买袜子 你会发现只要这个袜子是 呃 长跑就是 卖的很快的 他冬天的时候反而袜子看起来比较大 为什么 因为莱卡 天气比较冷嘛 那如果是夏天你会觉得 哎 袜子怎么比较小 如果用天然棉做 那我们每一双都是天然棉做的 嗯嗯 所以你看 现在不必拳头了 是 现在整双都是莱卡 对 它的弹性 台湾生产的东西 不必买我们的 你只要是台湾制的 都是这个样子的品质 物美价廉 相信我 张姐真的很慷慨 为台湾所有的袜 挂包紧就对了 尤其是夏头出散 尤其是舍头 你知道舍头袜子的故乡 大家24小时做袜子 真的很辛苦 那台湾人就是很有良心 你知道台湾热情嘛 叫他们去做偷工减料的人 他们不愿意 所以你的家乡是 就是都在生产 我是台北人 我是谈一场恋爱 嫁到园里 本来是护理人员嘛 然后就变张话人了 对对 而且还变得蛮道地的张话人 就是对于当地啊 上回淡如姐说 我有台湾国语 有吗 没有没有没有 淡如的耳朵比较 谢谢你 比较仔细 我听起来就是一种很亲切 而且专业 因为我觉得您从护理人员 转战到这个袜衣 而且哇中间结婚 帮助很大 生子对不对 包括你的小孩出国念书啊等等啊 真的是对你很多的姻缘啦 造就你在袜子上面的专业 我们现在的创新服务是因为不是儿子而已 是孙子 因为这个世世代代的观念 你还在小年又做阿嬷 我四个孙子 好就是说 孙子诞生之后 你就是更能够从他们的需要上面 没错 更有责任 对这个社会更是充满了爱 对社会有责任 你不要对孙子有那么责任 儿孙子有儿孙福 你已经很好命了 那个责任是快乐 你们不懂 你没有当到你不知道 很多人都说儿孙子有儿孙福叫我们不要管 我们天天都跟着他们玩 我本来声音是很美好的 最近是因为去参加园林国小音乐班的下冬令营 然后我就去带着孩子们玩 我把嗓子喊坏了 是带着孩子玩 不然音乐班有时候唱歌会唱到喉咙受伤吗 听众朋友其实没有看到我们现场 今天张姐带了好多好多各式各样不同的袜子来给我们分享 我们要教大家如果除夕他们已经去买过新袜子就算了 万一都没有买 听到我们讲说过年除了穿新衣戴新帽还要买新袜 其实就可以趁年假期间去挑选一下 对不对 我看你公司这个项目非常的多 大概的分类是什么 没错其实他袜子不叫分类 人才分成男人女人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最早先做的时候都是在做男袜 可是你看走到easy fit 除草袜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当初创办人就是我儿子在台大的时候 他就说为什么创办easy fit 他说everything is easy when you are crazy 你要怎么crazy 你就要让袜子让人家crazy的时候 第一个要让人家听过看过 再来你去拥有它感受它 所以会不同的消费者我们要设计不同的袜子 好我们刚才儿子那段英文要帮大家翻译一下 不是大家都知道你音乐真好 就crazy 虽然是疯狂的意思 但是其实也就是amazing 能够惊奇很惊讶 当然很多事情你可以有这种热情 然后对每件事都觉得哇好赞好赞的时候 每件事就变得简单容易了 你翻得真好来个掌声 真的 你音乐不错翻译料不错 音乐翻得很好 你刚才讲说你们刚开始都做男袜 为什么你用想象 女生的时候踩高跟鞋 那高跟鞋是不是就会穿裤袜 我们是棉袜 所以刚开始设计的方向会觉得 男生是不是穿 不管穿牛仔裤长裤 他一定要配一双袜子 那我们就是普通人啊 所以我们做出来的产品就是要卖给普罗大众啊 对不对 你就会想70%会是男生穿棉袜 对不对 30%会是女生 可是我跟你讲 现在完全颠覆 我们目前业绩最好的就是女袜 而且袜子的功能真的是各式各样 像我一天 我有一个日子我要戴三种袜子出门 然后我等一下再跟张姐报告说 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多样化 我只一天要戴三种袜子出门 我们休息一下先来听张韶涵 所以你唱的这首歌 手心的太阳 我是若全 跟大家一起来过年 欢迎继续回到中广 恭贺欣喜迎新春 特别节目 张姐 特别从袁林来跟大家一起过年 这是EasyFit的展民业执行长 张慧英 我每年大年初一都在中广做特别节目 真的耶 那我要再一次新年快乐 每次觉得说初一来做节目都跟听众朋友一起过年 这样快乐吗 这个时候很开心 很开心 而且我们都做非常长的特别节目 那早年再跟您讲一个有趣的事情 因为这边是行天宫 就是大家参拜的圣地 我们以前 我记得我一年 好像从早上十点多 就要晚上 傍晚四点 我记得有一年 中午都叫不到吃的东西 因为附近的东西都被香客买完 我怎么办 真的 真的 所以我们现在都 现在有吴博弈 还有熊猫 对啦 不过我们过年也不要麻烦大家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开心的跟家人好好的团聚 那今天难得张姐来到节目的现场 因为她是我们这个中广之友 这个时间要请来宾很难请 大年初一来跟大家聊一聊 那我觉得其实张姐的专业正好在过年期间 可以帮助到她家 我觉得像袜子这种东西 其实它有点 其实产业有点相关 就是说有点像你刚才讲说做男袜为主 其实有点像男生的内拙这样 因为很多男生都不知道要定期更换这些东西 很多人都会觉得穿到坏 穿到松颈带松掉 穿到它破掉等等 其实我觉得这种比较贴身健康的东西 应该经常的替换 那过年 可是若全我告诉你 如果说她一双卖子买的很贵 比方说她就买六百块了 一千多块 她当然要给她物尽其用 用到破掉烂掉再补进 她是去买这个空间的 空间的 要六百八百 我这边才会穿过那个贵的袜子 我有做这样子的OEM ODM 真的 上面的材质是什么特别 我交给她一样 我交给她一双可能二三十块钱 她外面要卖到 她还是要卖六百啊 因为她品牌的关系 但是我们是工厂端 我们很不喜欢这样 张一姐我告诉你 那种买六百八百的袜子 她也不会穿很久 那种人其实都是很时尚的 她就是会跟着时尚改变 因为我刚才讲说我曾经啊 不是曾经 我一个礼拜 就是会有像昨天啊 礼拜四 因为除夕比较特别 我通常礼拜四都会穿三种袜子 不是穿在脚上 是戴着啊 我从后面倒数过来 因为我晚上要上羽球课 好 羽球袜 好棒 刚刚讲的运动气 她一定要非常的有弹性嘛 而且 气垫 而且羽球袜通常会厚一点 你知道吗 因为羽球她是非常强调这个跑啊冲啊煞车这样的 好 那我时间倒序法 就我来中广做节目 那因为我通常广播我就没有穿非常的正式 所以我就是比较休闲的鞋子跟休闲的袜子 但是我早上有一个顾问的会议 那就是西装啊 那西装的那种皮鞋都是很合脚的 他就不是那种比较休闲的袜子 比较薄一点的袜子 所以其实你真的看每一个人的功能性 有可能你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 是要准备不同的袜子 没错 所以你的男袜 开创了你的事业的起始 可是到现在你看 你戴这么多袜子啊 有乐龄就是引发足适合的 小朋友 小朋友这个袜子 全部都有卡通的图案 这个图案都让我觉得 每次看到这种可爱的东西都觉得 我应该再回到童年一次 你知道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很畅销 就是卖给我们这些大人 因为自己已经穿不了 就买给回家的小朋友 家族的小朋友 我每次去市场啊 看到这种可爱的袜子 我会买很多 然后就送给家里的小朋友 弥补以前童年没有穿到的遗憾 其实Snoopy已经70年了 所以Snoopy这个是做大人的 你知道黄纸椒 蔡依林 这个是大人的吗 没错 那这一双我要带回去 那是大人的 那是大人的 你看尺寸 那男生都能穿 黄纸椒 蔡依林都好喜欢 而且你刚才都已经穿到 拉到60公分了 没问题 你看Snoopy那一双 你手上那一双 我刚刚在讲 Snoopy真的是一个好可爱 大家都喜欢的一只狗狗 全世界最受欢迎的狗 你有没有看到Snoopy都躺在哪里 你看那个图案 躺在屋顶 我小时候就有这个 我有这个 那个叫什么 纯钱筒 瓷器的 就是一个屋顶 然后就躺在Snoopy 我为什么会牵Snoopy 就是我儿子最爱学Snoopy 这个故事就是 他是一只可爱的狗狗 他躺在屋顶上做什么 你知道吗 做百日梦 你看我们多需要做百日梦 过年喔 如果天气冷的话 我们就真的就躺在家里头 做百日梦 尤其你们中部阳光那么温暖 你有没有看我的手机 你看 我的手机也是Snoopy图案的 真的 所以今天配这个袜子好刚好 送你 我要特别讲不好意思 我今天要讲到一个理由 我就可以从桌面拿走一双 那我看我到最后拿走几双 本来Snoopy已经很可爱了 对 加上莱卡加上唇棉很好穿了 对不对 世界大品牌 我们加上抗菌除臭 我跟你讲 我觉得你真的是打破大家 对于这些品牌或可爱的东西的印象 真的 因为一般人都会觉得说 可爱的他就是可爱 他就是可爱而已 可是你这个可爱里面有专业的技术 而且还有这些专业的技术 其实都是有一些消费者使用的价值在那里面 没错 这就是我们的用心 服务的精神 你知道很多人比我们更聪明 很多人比我们更努力 凭什么是我们成功 我们一年可以卖差不多五百万双的袜子 凭什么 凭什么 服务和创新 你看这双 洛璇大哥 大家看不到 这双袜子你有没有觉得好大 而且很厚耶 对 三倍绵 这应该是可以打羽球的吧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我刚刚讲了 我们就是普通人嘛 普通厂商嘛 卖产品给普罗大众 可是有些特殊需求的人 脚比较小的 他可以穿1921的铜袜 大铜的袜子 脚大的人怎么办 人家他就长得高 长得壮 长得大嘛 他就爱运动 我们就做为大脚做的 XXLO 特别大的脚 对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聊一聊 到底我们怎么去选适合自己的袜子 是 我是若泉 欢迎继续回到中广 恭贺欣喜迎新圈 我们大年初一特别节目 就是有这么好的中广之友 是我们很多主持人的好朋友 因为他很热情啊 而且转战到 帽子这个产业真的做得非常的风光 谢谢 谢谢 不只是自己事业的成就 而且我觉得带给消费者真的 刚才讲到的就是用很铜板的价格 但是买到是世界等级最优秀的袜子的产品 台湾之光 说的真好 对不对 没错 新年快乐 Ely Fit 得展免夜指引长张慧英 大家都叫他张姐 刚才在广告休息的时候 我又从桌面上得到我第二双袜子 好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因为运动 尤其我做的羽球 它需要很多短时间里面快速的奔跑跟静止停止刹车这样 所以他这个就是弹性变得很重要是不是 没错 他不是弹性而已 你看他是整个脚 脚底的部分 整双都做气垫 为什么 因为羽球篮球这种是冲击性大的运动 他的couchon 对 他要整个的气垫保护住你的脚底 当你跳下来的时候 冲下去的时候 他是你体重的四到六倍 他要能够帮你做缓冲 鞋子也很重要 但是袜子是直接贴在你的脚上面的 对不对 所以袜子这一层保护是很可怕的 若旋大哥你手上拿这一双 他不只是羽球可以用 他篮球也很适合 还有马拉松 马拉松 对所以你看他的前面的脚尖 和脚跟的位置 我们都用特殊耐磨砂 他用了耐磨的方式 所以这整个的织法 他的织法是整双脚底整个气垫 你看一般的运动 还有这个 这一双是足弓气垫瓦 但是他就是局部气垫 他让一些久站的 站久的 或是走路 或是他脚本身 比方说他足弓外翻 足底筋膜炎 我们女人过了三十三十五以后 甚至于更年期 我们就骨质疏松 所以就会有足弓塌陷 这一双就是目前太可怕了 这个让我们创造年营业的六千万 足弓气垫几等袜 他只有脚跟脚尖做气垫 然后在足弓的位置做一个X型绷带的拉提 你看 有 能够有效防止足弓外翻 哇 其实这个学问真的很大 但是他有一个很 为什么他只有脚跟脚尖 因为我们一般鞋子一双多少钱 你如果穿到刚刚那个羽球 你是不是你的球鞋要大一码 是 这双袜子不必 就是你普通的鞋子 你不必为了一双同板架的袜子 更换一双新鞋子 跟听众朋友大概解释一下 就我们刚才讲这个气垫袜 因为它稍微比较有弹性厚实一点 所以你的鞋子的空间必须能够容来 你不然就觉得很紧 否则你会很紧不舒服 可是足弓这双袜子就不需要 它的厚度跟 因为它加强只是某一个地方的局部 这真的是很科技 而且足弓这双袜子 其实它好多好多功能 但是价钱都没变 你看它后面有个小耳朵 有啊 小耳朵拿来干什么 这个就是肋铃 年纪有一点人 他蹲下去 膝盖很容易受伤 或是站起来 日本人最喜欢这个耳朵设计 比方说在捷运站 或是在挤来挤去的时候 他的袜子往下滑了 他要拉 脚跟只要勾起来 拉一下那个耳朵就好了 这么贴心啊 原来这个耳朵是要让那个 对 拉起来 滑下去的时候 可以拉一下起来 对 我觉得有很多人模仿你耶 你这个 那个没有关系 我跟妳讲 把东西做好比较重要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 因为我很爱去淘宝买东西啊 结果我没有买过袜子 他是送的你知道吗 就是我买了衣服啊 或买了什么 他就送我袜子 我看到 袜子跟你一样有这个耳朵 可是喔 老师跟我去摸了之后才知道 你们其实是不一样 真的 他只是做有耳朵的样子而已 对 他并没有像你这样 在这耳朵里面其实 他也有气垫 你有没有注意到 对 你的耳朵里面是有气垫 他只是没有 他就是这个耳朵的样子而已 之前有一个很让人感动的 陈菊女士 有没有 他就是脚后跟 因为他一直蹲下来种菜 他是不是捐了很多钱 给需要帮助的人 陈树菊 陈树菊 我想说陈菊 我们的花妈在种菜 陈树菊 陈树菊 对对对 我们就有送他这样子 因为他脚跟就不舒服 是 这是很功能性的 好那家里 因为现在 尤其是过年嘛 大家都会回家看长辈 那么老人家 特别适合的是 这个毛袜 因为天气冷 这个毛袜 他穿上去以后 你的体温 就是保护住我们足部 这是睡觉也可以穿的 对 尤其老人家如果 这个脚不能够保暖的话 所以心血管比较安全一点 这一次我们光 因为我们通路 除了一般实体通路之外 全省都买得到 再过来是我们的网站 只要网站有写中广好友 下订单 我们就送一双保暖毛袜 哦 保暖您的脚 一定要写哦 没有写中广 也可以写吴若全 哦真的 对对对 你们赶快写 给我面子这样 这样姐才会觉得 今天大年初来上节目很值得 要写吴若全 对要写 好了 想办法 帮您在脸书宣传一下 毛袜因为今年真的很冷 但是你们自己有自己的网站 直接在上面就可以来订购 没错没错 那怎么去搜寻你们的网站呢 只要Google 得展棉叶 得是得到的得 得意的得 也是得不到的得 春风得意的得啦 得意的得 哎呀您真好 今天是大年初 你要讲好 春风得意的得 好现在赶快让大家去搜寻一下 得展棉叶 好我们马上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欢迎继续回到 公贺欣喜迎新圈 若全今天帮大家A到好看 我们这个张姐真的很热情 从圆林来得展棉叶 Easy Fit的执行长 刚才说在网路上 我们搜寻到有没有 得意的得 春风得意 然后事业发展 得展棉叶 以后可以做你们公司 也可以Google 行像广告的slogan 那也可以Google英文的 Easy Fit 一个来绕英语 Easy就是简单的 Easy Fit 简单到很合宜 就是多一分太松就不舒服 太紧就走不动 对不对 要刚刚好 就是简单到刚刚好 对 好不好 好我们刚才介绍了很多的机能 包括我们运动的 大尺寸的 指滑的 引发竹的 保暖的 还有这个足弓袜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看小朋友的 因为其实过年很多小朋友 其实也很喜欢 这个 我跟你讲 这是个很贴心的小设计 我真的跟你相间恨晚 我前一天去买了好多袜子 你有没有看到那是立体袜 对 那一只 史诺比狗的就跳出来了 我正要讲这个 对 你真的很细心 立体袜 就是刻意设计这样 刻意 因为让它能够 听众朋友现在看不到 就是 袜子我们就边缘 本来就是平平的嘛 可是因为有个Snoopy的头 它就让这个头可以凸出来 就让你的袜子跟人家 比较起来 那造型就真的很不一样 它不只是好看而已 它真的也有功能 要拉 小朋友也是 那个虽然耳朵小了一点 一样也是起来 就可以勾住了 可是在整个制程上面真的就要费一些 对 知法跟加工的一些细节 它速度就比较慢 没错没错 就是你平管上面 它的损耗率会比较高 你看 我会帮你写文案 又会帮你管理工程 谢谢 这个耗水一定比较高嘛 因为它制程比较不容易 因为它中间凸起来的地方 就要有个圆球 你好细心喔 果然是老师 不敢当不敢 来我们再介绍下 我好怕人家夸奖我 来赶快 我有被宠爱不适应症 好来来来 然后接下来再介绍什么 好 刚刚讲到童话 我们其实童话有设计很特别的 对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你看得到吗 微笑 我希望小朋友一早起床的时候 都要微笑 对 我们还有一个真大眼睛的 那也卖得非常好 其实微笑很重要 是是 啊这个有一根一根 小朋友一起床 这是脚趾头 那一根一根吗 那是五指袜 这也是小朋友穿的吗 那是大人 大人的 五指袜这一双很特别喔 谁会想要穿五指袜 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五指袜 如果你是有医生的好朋友 医生 就像一个一个手指一个一个脚趾头的分开 它能够抑制细菌 古时候的五指袜 台湾字袜界的五指袜是先从手套台 手套机台做出来的 所以很多平面的五指袜 它是手套机 可是手套机是不是平面的 对不对 我们现在不是 我们这都是立体的 所以你看 有看到 你帮听众打开一下 每一个脚趾头 指缝中间 都有透气孔 是 真的是 都有透气孔 好我们还有好多要介绍 抓紧时间 因为张姐她难得来台北 等一下去拜年 我们快一点 来 这好多 这个都是小孩子的吗 这个说起来就是充满了感情 这个是爱台湾 所以你看 她的系列叫做 黑熊 看见台湾美 看见台湾美 这个我们跟齐柏林致敬 哦 是是是是 而这是齐柏林导演的粉丝 对 然后非常被她感动 可是26我也可以穿吧 26 这应该我可以穿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你看 这里头都是台湾 最棒最棒 最好能够代表台湾 像这一双台湾梅花露 你看 这我精致设计的 这一支真的超可爱 我没有偏 这是现在我眼睛看到的 我最喜欢的 这个真的好可爱 你知道台湾梅花露 梅花露成型冰零缺种 你为什么有带黑熊来给 我喜欢黑熊 这个是什么 我们有带櫻花钩吻龟 这个是櫻花钩吻龟 你看櫻花钩吻龟 有有有 这也是我画的 你怎么这么多才艺啊 台湾国宝鱼欸 看不出来 日本人来了台湾以后 第一个看到有櫻花钩吻龟 你这一身会不会太多才艺了 又是护理人员 又会生产袜子 你还会自己画图哦 我会我会 真的那櫻花钩吻龟 台湾黑熊 地质 猫头鹰 都是我画的 那为什么会有招潮蟹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彰化 彰化领海 线西那一边 都是招潮蟹 那也是很可爱 我那招潮蟹的图案画得才好 我还放了它 直接穿比基尼 然后在太阳闪下面 做日光雨 你怎么这样充满了创意 最后了赶快来 你要介绍这个你很厉害 是不是 我跟你讲 创新服务就是这样 一定要创新 目前最红的是什么 石墨烯 2010年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 所以我们就把科技 跟我们的民生必需品 袜子结合在一起 就变成石墨烯产品 所以它的特色是什么 它可以导热 导冷 也就是温度的调节 通过TTRI SGS测验 但产品还没出来 要到春天了 所以它的消费者 你是第一个拿到 哇 得石墨烯得天下芽 好啦 谢谢热情有劲的张姐 因为她赶着去拜你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让大家呢 在这段时间 有去逛街的时候 正好可以透过这些 专业的知识来 为家人为自己 选好的袜子 谢谢你们 好的袜子让大家 走得远 跑得快 赚更多的钱 赚更多的健康 好不好 谢谢 好每一遍听歌 这是陶晶莹所演唱的歌 《女人心事》 等一下来跟我们聊天 的是TV老师